你这个发球 也小学生都不如 你的发球又高又慢吗 三个企业让你学会魔术切发 你发球发不好 主要都是因为你打过去 但是顶尖的高手都是切过去的 如果你是打过去 你给的力都是从下向上的 哪怕你的球非常贴望 他过往之后 受到的力量是向上的 那他球头就会持续向上走 对手就有机会从上 向下直接把你打死 所以顶尖的高手都是向下切过去的 保证我们的发球 能够达到一种过往急坠的效果 三个企业让你立刻掌握魔术切发 发球的时候 第一个企业就是我们的握球 一定要握着我们球毛的尖尖处 让我们的球自然下垂 保证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能够准确的切到我们球头的后面屁股的位置 细节就是我们的握拍握到最前面 因为我们握到最前 离拍面的距离越近 我们的发力就可以控制得更加精准 保证我们每一次的切发 都能够让我们的球 刚刚贴着我们的网弹 飞过去 细节三 我们的发力一定要向下切 架拍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拿上来一点点 手臂微微弯曲 发力的时候 从上向下伸直 并且在触球的瞬间 大拇指轻轻地向下摁一下 给到一个向下的摩擦力 保证我们的发球 受到了这个向下的摩擦力 能够过往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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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